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今天上午是來幫自家的議員 勸名殺了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來幫忙站臺 現場非常熱鬧來上百人 包含國民黨的副主席林盛委 以及多位議員都來相挺 不過請蔣萬安在日前說 陳時中說萬華是疫情破口 不過這句話不是陳時中說的 是衛福部市長石頭良講的 這位資深媒體員指揮為要求要道歉 對此蔣萬安有所回應一起來聽 陳時中的團隊就是指使萬華是破口 我想萬華人心中永遠的痛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辦法扶平 我想這一點我們絕對捍衛萬華人的心聲 為在過去疫情期間捐贈相關的防疫物資 成立了心理諮商服務 就是希望給予萬華民眾萬華的鄉親 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加油打線 好你可以聽到講萬事強調出話 這句話就是陳時中團隊所講的 這是萬華區永遠的痛 那他也說他在萬華做了相當多的服務 來幫忙緩解這件事情 不過最近蔣萬民調是稍微微的領先 這邊有人認為說這個選戰打法是比較保守的 對此蔣萬說他就是不敢大意不敢情呼 就是一步一腳印來爭取支持 對此一會兒 冷靜中疮 那一跳 感到如此 我們知道